那我们的课程呢 跟中国学习中医有一些不同 第一点 我们那个在中国学习的话 那是就是从本科开始 就是你一考大学就开始学习中医 那有些是五年的本科 或者是七年的硕士 那我们在美国北美这边学中医呢 就是需要你先有念完你的大专 或者就是有六十个 或者是九十个大专 学年的学分之后 你才可以来学中医 那之前这些呢 就不一定是中医相关的课程 那可以是完全无关的 包括你是高科技电脑方面 你也可以直接来申请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是四年的 所以经过这四年的课程 加上你之前的大专的一些其他的课程 所以这样就是就可以得到 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那另外呢 就是在中国的学习中 基本上就是你先前四年 都是学习理论上学习 然后有一年 最后一年到医院实习 那我们这边的课程呢 就是是边学边实习 就是因为中医毕竟是 很多很多年 都是时代图一个形式这样下来 那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上 也就是一边学理论知识 一边就是插路的这个实习 也就是我们计划 Who 十年 中国外国 我告诉你 哪一年 印象人